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驾驶培训师超音 前一期 我介绍了 CBA测防卫停车操作方法 那么很多粉丝在评论机构留言 说是 我们在向左侧 做测防卫停车的时候 是否也可以参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 在这里呢 我就集中回复一下 这种方法在向左侧测防卫停车的时候 是不能用的 因为驾驶员坐在左侧 距离左侧的倒车目标很近 所以倒车的操作方法是要有区别的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介绍一下向左侧的测防卫停车的操作方法 前方 左侧 两个车之间 是一个向左侧的测防卫停车 那么之前我们还是 靠近左侧车 后视镜平行停车 那么我们两车的后视镜呢 分别是15公分左右 两个15公分30公分 中间又有将近20公分 这是55公分左右 间距 好 我们准备倒车 大打 回头 从左后窗向外观察 左侧临车的 右后脚 位于我们左后窗 从二分之一位置 向左两把方向打进 临车的右后脚 在 B柱露出 这个时候 我们回头看一下右后视镜 其实这个位置 就等同于 后面的临车 整个车身都露出来 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是同一个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后面没有这个车 我们就参照这个位置 始终围绕着这个前车的右后脚 来旋转 他的右后脚 在我们的B柱露出 两把方向回正 看方向盘 两把方向回正 回正 然后继续往后倒 当我们的后视镜边缘 接近 前车的 右后脚 好 看 这个时候 向右两把方向打进 看后视镜 车道路边缘露出 就要两把方向回正了 好 停车 使出停车位 前方间距比较近 无法使出车位 我们要向后倒车 倒到能够看到前车保险档 露出二分之一位 好 现在后车已经很近了 前面已经露出二分之一左右 这个时候前进挡 这个时候前进挡 车移动向右两把方向打进 然后看 前面 车身高度 在80公分以下 这都是安全的 在那个灯门下面 能够看到这个位置都是安全的 然后看灯镜重合 我们的后视镜和前车的右车尾灯重合 四把方向打进 一 二 三 四 车身摆正 两把方向回正 好 使出停车位 这种向左的侧方位停车的操作方法 适用于 地上没有停车线可以参照 车尾也没有车可以参照 在这种情况下的向左侧方位停车 其实这个向左侧的侧方位停车 我们之前介绍过 那么只不过之前那个车呀 4米多 比较短 这个车5米多 比较长 那么其实 这个车长的变化 是同比放大 同样比例加宽 同样比例加长 所以该看哪个位置 还看哪个位置 至于换了车型 很多说 我这个车型 他那个车型 是不是都一样 其实呢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这一期 我们介绍了向左侧的侧方位停车操作方法 这里是超英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时超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